大家好 今天和球迷分享的话题是 朱发尔出手了 报广东MVP被重罚 路风摊牌一十二鸟 妙招大快人心 今天和球迷们一起来聊一聊 广东内的当红球星 胡明轩的相关问题 众所周知啊 在近段时间 胡明轩由于代言争议品牌 这个事情呢 也是引发了球迷的广泛热议 大家对于胡明轩的这个行为 表达了愤怒之情 因为胡明轩是一位备受球迷们喜爱的明日之心 尤其广东队以及国家队都在重顶的培养和打造胡明轩 而在这个时候 胡明轩却做出了错误的行为 确实让很多球迷感到惋惜 那么关于胡明轩的代言风波 就在近期终于是落下了帷幕 根据广东方面的媒体爆料 广东队内部已经对胡明轩 进行了重磅处罚 相关媒体透露 胡明轩被扣取 奖金20% 按照之前的媒体消息 广东队 在上个赛季夺得了零赛 冠冠军之后啊 胡明轩同时也获得了总决赛最有价值球连称号 因此胡明轩可以收获600万左右的奖励 那么因此啊 现在扣取20% 那就意味着了 胡明轩可能会被重罚了 高达百万轮的罚款 那么其实啊 除了罚款之外啊 广东队能够出手 取罚胡明轩 已经明确了广东队的立场 球队的总经理 居方宇先生 表达了广东队 对于球篮的赢格要求 那么其实啊 杜峰指导 作为广东队的局教练 同时也是国家队的局教练 那么现在啊 摊排这个取罚决定 实际上是一石二鳥的妙计 为什么这样说呢 那么首先啊 杜峰指导 取罚胡明轩 可以起到敲三政府的作用 一个方面啊 可以告诫 广东队的所有队员 不要轻易的 与这些争议品牌啊 走得过境 否则的话 会遭到球队的盈利取罚 另外一方面 同时也是 给国家队的所有队员 一个警示作用 作为国家队的 球员呢 应该以大局为重 不要因为个人的经济利益啊 而损坏了整支国家队的形象 因此啊 杜峰指导的一石二鳥妙招啊 一方面 回应了球迷的质疑 另外一方面啊 也是给了所有广东队球员 以及国家队球员 一个很好的警示作用 很多球迷啊 看到广东队 终于是作曲了 力不缺乏 给了胡梅轩 一个很好的教训 很多球迷啊 也表示大快人心 其实对于胡梅轩 本人为了 经历了这次风波之后啊 应该要好好地反思 作为一名备受球迷们喜爱的 民主之心 个人的球风 以及发展的勤力巨大 完全没有必要啊 惹上这样的麻烦事 如果说胡梅轩想带赢 其他运动品牌 应该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而且啊 国内有很多运动品牌的口碑 非常的优秀 备受球迷好评 完全没有必要啊 去和这些伤害 球迷的争议品牌啊 捆绑在一起 这样对于自己的职业生涯 将会造成重大的不良影响 因此啊 我们也期待着 胡梅轩经历的取罚之后啊 一方面要认真的反思 另外一方面呢 也要向所有热爱广东地 以及热爱中国男男的球迷道庆 这应该是啊 球迷们众望所归的结果 大家如何看待 胡梅轩的这次风波呢 欢迎大家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